美國,日本,韓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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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否站在美日遺中的陣營 當然我們知道韓國一定會稍微挨向美國,歷史或國際關係 但是有幾個,足不足以去到反中呢? 這份印太,以及他會怎樣提出中國呢? 大家都會很矚目,究竟這個報告是怎樣寫 終於43頁的報告就出來了 就是韓國版的印太戰略報告 好,其中呢,很微妙的 他43頁裏面呢,只有一段就提出中國 只有一段,就說是重要的夥伴 重要的夥伴 咦?他跟日本和美國不同 就沒有說這個威脅、挑戰 那是否代表韓國親中呢?或者沒有那麼反共呢? 我覺得我們要這樣,我自己就這樣看 那我先講完整個印太戰略 印太戰略呢,有三十七頁裏面 不,所謂,四十三頁裏面 有九個目,有九個,九個 point 主要有九個 point 包括,我看完之後呢 我就反過來,我就覺得他不提中國 但是說的所有東西呢 其實是針對中國的 那不如我先講了我的結論和看法 首先第一件事 他是沒有當面去撼中國的 第一件事 你實際上要跟人做 從中國做生意 雖然呢 就剩下了很多的了 譬如你說的晶片,出口那些 有多剩下呢? 自從美國說要去科技去圍堵 這個中國的高科技和晶片之後呢 韓國公佈了十二月頭的三個禮拜 左右的出口呢 對中國呢 是跌 如果只是說半導體、晶片等等 是跌二十五個百分之一 即是跌四分之一 這個當然是多了 當然是多了 那麼,對中國出口呢 是減少,如果用數額計 大約七十億美金 晶片佔五十六億 那就是說 韓國的主要現在出口去中國呢 都是晶片的產品 那如果剩下了 即是當美國限制了之後呢 這個幅度是大減了 減少了五十幾億 五十幾億 那就 對中國的出口呢 其實是 Sorry Sorry 我講得清楚一點 減少那部分裡面 大部分都是晶片 而韓國呢 令到它上個月呢 連續五月開始 有貿易赤子了 第一件事 你仍然是跟中國做生意 減少四分之一而已 還有四分之三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呢 就是 你入口 你要跟中國買些什麼呢 主要買些原材料 那我昨天就報道過了 就是說 其實 韓國都開始要加緊投資一些原材料的廠 它不是真的沒有原材料 這個世界呢 不是只有你中國有的原材料 但是你要提煉呢 那一刻是很污染的 而且那一刻呢 是很沒錢賺的 只有中國這些公司呢 它才會這樣 即是可能 它的 net profit margin只有0.0001% 但是它量大嘛 它就照做給你了 OK 所以這一段時間裡面呢 它仍然在賣東西給中國 仍然在跟中國買些原材料 所以它也不會反抬著 也不能夠反抬著 我覺得這個是 是有點悲哀 但是也需要時間 所謂悲哀是什麼呢 就是 以韓國的文情 這麼認真中國人的話 其實尹錫瑞呢 是比文在寅 或者在之前的 朴錫瑞呢 是更加反抬著 更加英 但是他這份報告 也不明白 兜口兜命的 那就是因為 他的實質 現在的國際經驗 國際的貿易方面 不可以跟中國完全反抬了 那這個是 這個是 這是無可奈何的 沒有辦法的 因為 我們在旁的 你當是吃花生也好 我們為香港也好 我當然是想全世界 和你中國反抬了 但是當你在那個國家的元首 以我來說 你要跟選民負責 這個就是矛盾之處 這個就是矛盾之處 民意呢 就是水能覆舟 也能再舟 我們沒有辦法的 譬如以韓國的企業來說 他當然想跟中國做生意 這個是你迫不了的 直至去到那個turning point 就是發覺 跟中國做生意 成本大於利益 而我不跟中國做生意 我又不用死 我當然是希望 越來越多人能夠明白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世界誰說沒有你 不行呢 以及跟你中共做生意 你最後一定是糟糕的 O4來說 你總有人賺錢 但最後大部分都糟糕 你只看這次疫情 喂 這次疫情 大哥 全世界嚇到飆尿了 意大利 日本 美國 立刻全部收緊 三年 喂 嚇了三年又你這個 希望這次不會像三年前 這樣 這個是要給你時間的 我當然覺得 你早就要準備好 如果跟中國全面脫鉤 你怎麼辦 你還沒想 我會怪的 但你又要無可奈何 我怪的意思就是 你這麼大的公司 你是有資源去做這件事 你要準備好 第一 中國的經濟 它不是永久向上升 你看不到這件事的話 那是你自己失如算 你自己不會去評論 第二件事就是 你遲早知道 你一定跟中國翻桌 你還要依靠中國的市場的話 那你就誤實了 那就是 那比喻很簡單 雖然這樣用父子去比較 或者用子女比較 就不是那麼合當 因為國與國之間平等 但是那比喻就好像 你家人是做你老爸 家暴你 家暴你 你知道你終有一天 你會長大成長 你就走了 你還要靠那些零用錢 你還要靠那些零用錢 那你是不是愚蠢 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他不是兜後兜面罵 但是 他只有一段說中國貿易是重要夥伴 的確是 事實上是 但是他的內文 我覺得是重要的 那九個項目裡面 我跟大家逐一分享 第一 建構以規範與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這個就是 rule based order 誰經常說 rule based order 拜登 是吧 美國也這麼說 日本也這麼說 這個呢 其實就是緊跟美國和日本的路線 說 rule based order 就是講秩序 講規則 什麼是講秩序 講規則 什麼是不講秩序 不講規則 單方面用武力破壞現況的 就是不講規則 俄羅斯就是不講規則 你中國站在那邊的 你不是站在規則的一邊 你在南海去侵佔別人的領土 然後壞你自己的 這些就是不講規則 所以 rule based order 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講你中國不守規則 第二 就是法治主義與人權強力合作 講人權 你想想什麼呢 講中國打壓 整個南海裏面 最被針對的 侵犯人權的就是中國 你那個新疆報告是想聯合國的 說你是反人類罪行的 不過現在沒有約束力的意思 這個也是針對你中國的 第三 強力核不擴散和反恐合作 核不擴散針對誰 北韓 那誰站在北韓那邊 又是中國 是不是 又關你中國的事 第四 擴大普遍性的保安合作 保安 不是 安保 所謂安保合作 是不是 即是講一些 航道的安全 秩序的安全 國際安全 那這些當然是講南海方面的和平 又是關你 誰是令南海不和平 在我們的眼中當然是中共 第四 擴大經濟安保網絡 經濟安保 如果誰在威脅區內的經濟呢 中國 又打經濟貿易戰 他自己有這個風控 由疫情搞到供應鏈斷了 你要保障經濟的 你就唯有抽離於中國 還有 強化尖端科技的領域合作 你說高科技合作的話 美國就是飛起中國 主導氣候變化與能源安保合作 這些就是普世價值的東西 好了 開發合作夥伴關係 增進相互理解與人民交流 好了 我們看看究竟 合作夥伴關係 是講的是什麼 他見到兩個項目是關於對外的 第一 恢復日韓高峰會 OK 他又說恢復中日韓峰會 但是聲稱 與日本合作 促進對與理念相近的印太國家之間的合作和團結 那麼 這個又很重要 就是他繼續會修補日韓關係 為什麼呢 同一陣線 有什麼可以再確認這件事的話 這個就重要了 這份報告 印太戰內 南韓希望逐步擴大 加入四方回談 四方就是澳洲、印度、日本、美國 那我就很清晰了 很清晰了 我希望 他表面上說了一堆 全部都是那些什麼 我要和平、要自由、要繁榮 到底會做什麼呢 增加和日本合作 進入四國 然後說的那些題目 基本上全部 我看到全部都是中國的影子 我覺得南韓的國策 其實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非常清楚了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那最後的推進會怎樣呢 四國不知道能不能加入 但我想韓國會成為 譬如四國再有一次會談 就會邀請出席 我覺得 加強韓國和日本 第一件事在貿易上 有個互相照應 大家不要爭來爭去 你又做那件事 他就做另一件事 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 確實有貿易往來 那就可以對抗 沒有什麼對抗 在這邊形成一個陣線 無論在經濟上 稍微對抗著中國 譬如你說科技事 你說原材料事 不是你做就是我做 第二就是軍事上 軍事上 你整個印太區裡面 能夠頂住台灣的話 後面就是韓國和日本 這個就非常重要 下面有印度 上面有澳洲